以後如果寫得出上面的 下面的也可以做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在12列到17列這個範圍 給它一個隔線 給它一個底線 然後在這個地方做VBA好了 上面是函數 下面是VBA 反正比較一下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另外再起一個新的工作表 另外一個也可以 只是說我上面上下比較一下 接下來就是說如果我第一個 我們剛剛做哪些動作 第一個是先用column 然後column row去產生一個1到7 8到14 如果用VBA來做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一樣 for i 等於多少 列12到17 for j 等於多少 1到7 那你範圍 反正以後一定是一個範圍 視算表一定是 不外乎就藍 不外乎就列 它不會有其他的 OK 所以我們有藍有列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把東西放在它應該放的位置裡面就好了 它會逐一的1234567 逐一的幫我們放 所以這個程式怎麼撰寫呢 我這邊已經有大概寫出來 反正這個很簡單 第一個先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一個sub 叫萬連力好了 OK 然後呢 for i 等於12到17 那ness tap 一下 裡面縮排一下 for j 等於1到7 所以i我講過了 i我大部分就是把它當成列 j的話就當成藍 所以 其實i就是raw 你可以這樣聯想 i就是raw 第幾列 j就是藍 ok 所以呢 我們要輸出 第三個要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這個結果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殼呢 輸出的儲存殼 基本上是sales sales 反正就直接寄ij就可以了 即便要輸出ij的意思就是說 他一定會先第12列的 12列的第什麼呢 第1欄 然後呢 12列的第2欄 第3 一直到第7 所以他會這樣跑 跑 所以裡面給他什麼 如果給他追的話 給他直接給追的話 有沒有 你執行下去會怎麼樣 給追 執行下去就會 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沒有 給追 因為追的話 他第一次跑就1到7 第二次跑還是1到7 所以1到7 所以應該有 有沒有 概念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那後面如果說你要讓他怎麼樣呢 讓他可以 嗯 就是 增加7的倍數的話 那就怎麼樣 加上多少 加上i 減掉多少 減掉12嘛 其實我講過嘛 i就是列嘛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它先刮扶起來 先刮扶起來 然後乘上多少 乘上7 這樣應該了解意思吧 所以 應該慢慢可以看得懂 其實從頭到尾 我講的都是一致的東西 也沒有